至于这群孩子则是一颗赤子之心 虔诚的为八仙晨暴中受伤的哥哥姐姐们祈福 三峡的慈祭仁邀请民众为八仙晨暴伤者送经祈福 人群中的这一位许女士正是伤者家属 有钱出钱有力处理 有爱心的帮忙 每一个人都在很深信的关心 最煎熬揪心的时刻 最是需要旁人的陪伴 许女士对孩子的呼唤 则倒进了所有家属的挂念 另外在慈祭关渡园区 也有同样的祈福仪式 是希望说真的可以鼓励他们 然后让他们坚持下去 不要放弃 在内湖参与金藏演绎的 禁私书宣小志工 也献上了自己的祝福 希望透过孩子们 很单纯的 很亲近的力量 来为这些受伤的哥哥姐姐们祝福 也是要让孩子们知道 要把握当下 全国人民共同祈祷 希望八仙伤患早日度过难关 带来新闻正下美志工 台北报导 eine 新闻 Mam